大家好,我是爱鱼眼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明朝在海外杀疯了 电视新闻疯狂报道 凌晨四点排队抢周边 长黎卡池流水提前暴涨 明朝,长黎首日流水迅速登顶 半信任务太惊艳 抽取钱注意问题有哪些 属实没想到呀 当我们都在安静的等长黎的时候 国外却是给我们投来了一颗克弹 瞬间把国内明朝社区给引爆了 这一波明朝在韩复是真的杀疯了 反观国内倒是一直抗压,稳定发展 此外,长黎卡池的首日流水应该是稳了 下面一起看一下详细的内容 韩国电视新闻台报道了明朝联动的一些情况 注意是电视新闻台 直接是相当与国内的新闻报道一样了 所以看得出来明朝在韩国是真的火 下面是具体的报道情况 KR的游戏明朝 举行了线下快闪电活动 从昨天开始到明天结束 持续三天 在首尔的新春现代百货举行 一系列的相关线下活动 并且说到明朝发布的首月 5月23号发布 全球流水 创纪录的全球销售额6600万美元 是很流行的开放世界动作游戏 注意这里的流水 按照一般的情况 是指统计手机端 PC端目前是没有一个准确的统计方式 而这次的联动具体如上图 主要的代表角色是金锡和长黎 虽然电视台没有报道相关的具体情况 但从画面和网友的评论可以看出 这次联动是真的火 都说新闻了能不火吗 而根据韩服网友的评论可以看出 此次活动就算是凌晨4点开始排队 还是要等到上午的11月30日 才买到联动的商品 可想而知 那些刚开门就能买到的玩家 是从多少点开始排队了 至于长黎的首日流水情况方面 虽说现在还没开始 但国内外 已经开始呈现一个上升的趋势了 上升最大 也是韩服直接上升了24名 国内上升8名 此次长黎卡池开放时间是上午10点 所以下午3点和6点是两波上升最猛的 到时候再跟大家说一下具体的 长黎上线后 有关明朝的流水排名 热度等情况发生哪些变化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首先来看一下长黎上线后卡池流水变化 第一波流水统计出炉后 游戏榜单中 明朝提升10个名次 上升至第47名 第二波流水畅销总榜直接提升了89名 进入前十 排名第六 游戏总榜单排名第四 整体流水非常可观 通过时间来看 长黎流水还未到达最高峰 等到晚些时间 玩家回到家中 完成长黎的半星任务后 抽取率将会大幅度提升 根据银银 金锡 长黎卡池流水趋势 相信官方通过数据就可以知道 什么样的角色比较受欢迎 能够赚取流水了 通过试用来看 长黎的手感稍微有点顿 毕竟是负C 能够理解 长黎是配组C由马晓芳和安可 暂时还没有限定五星热龙C 所以抽想要抽取长黎的漂泊者 一定要注意一下配对情况 如果推测没有错 预计官方将会在1.3版本放出热龙限定大C 至于会给道春 还是伤痕 就看官方如何安排了 最后 就要夸一下长黎的半星任务了 原以为金锡已经够经验了 没想到长黎这边还有牵手手的动作 真的非常痛恨 没有选择男漂泊主 官方不能给个随意切换主角性别的案件吗 如果还在考虑到底抽不抽长黎 还在犹豫的话 各位漂泊者可以稍微等一等 近期就会有更详细的攻略放出 到时候玩家再去选择也不迟 主推XP抽卡 然后就按照自己的配对情况选择 本期内容就到这里 感谢支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